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看过一段动物的对话让我感慨颇多 银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不要做一只鸡 有吃有助,还是有人保护 银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要做一只鹰,遨游四海,任意杀鸡捕兔 每个人都想活成别人的模样 成功学大师卡奈基说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麻木地和别人攀比 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 其实你不必仰视别人 自己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一,一味地攀比,只会徒增烦恼 很多人喜欢跟别人攀比 比聪明才干,比财富地位 比一切可以触发自己不痛快的事物 这让我想起我们内心的坏东西中 那位爱攀比的律师 长期以来他过得很不快乐 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与别人的对比 别人孩子的成绩比自己加得好 他会烦恼 别人的物质条件比自己优越 他会失落 小时候成绩比自己差的老同学 现在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挫败中 他对别人心生嫉妒 对自己深深指责 还抱怨老天不公 比来比去 让自己患得患失 惶惶不可终日 张小贤说 人总爱跟别人比较 看看有谁比自己好 又有谁比不上自己 其实 为你的烦恼和忧伤垫底的 从来不是别人的不幸和痛苦 而是你自己的幸福 很多时候 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 想通过和别人的比较 获得优越感 却不知沉迷与攀比 会自生出无数的怨恨和负能量 越比较 幸福越廉价 心情越差 越比较 越会迷失方向 慢慢地整垮自己 就像那些因为攀比 累死的翠波鸟 它们虽然美丽 但每天忙着筑巢 显得无精打采 异常劳累 翠波鸟的体长不过五六厘米 巢穴却比自己的身体大几倍 甚至十几倍 原来当只有一种翠波鸟时 它建造的潮只够容纳自己 就停止了 再有一只鸟儿建潮时 它们相互攀比 疯狂地扩建自己的巢穴 最后 鸟儿们的力气损耗殆尽 相继死去 适当攀比是一种动力 一味攀比是一场灾难 喜欢攀比的人 不见得物质匮乏 往往是精神匮乏 每个人都有令人羡慕的优势 也有自己的缺憾和不足 不攀比 时都可以过得很舒适 拿自己的短处 与别人的长处相比 会让自己不堪中负 把自己的幸福归结于别人眼里 会陷入痛苦的深渊里 二 谁的一生都不是完美的 前阵子我去医院 老远看到我们领导的太太 正推着小推车 她儿子坐在里边 领导的才能 让业界人士刮目相看 她的太太尤雅美丽 在家相夫教子 日子过得轻松惬意 他们的生活 是我们眼中最好的样子 我刚要上线打招呼 只见领导太太一声怒吼 你怎么又把饭吐地上了 我说多少次了不能吐 你不吃饭 怎么能吃药 她的语语文扭缩一团 急进崩溃 你要我怎么办 为了照顾你 我哪儿都去不了 看了这么多医院 你还是这个样子 我该怎么办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蹲下来 呜呜地哭了 儿子显然被吓到了 流着口水呆呆地看着她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儿子智力有问题 听过一句话 人生是公平的 每个人被分配的苹果 都被咬过一口 只是被咬的位置不同罢了 人生是所修道场 其实哪种生活都一样 而我们只看到她的光 你羡慕别人事业有成 却不知她疲于应酬 为高血压 脂肪肝担忧 你担心别人时间自由 却不知她天天苦闷焦虑 为了生计发愁 欧斯卡最佳证人短片讲 邻居的窗 惊醒了无数人 夫妻俩为了照顾三个孩子 疲惫不堪 经常吵架 而对面窗户里的年轻情侣 过得甜蜜浪漫 这样他们羡慕不已 直到有一天 对面窗户的男子 得绝症去世了 年轻女子哽咽着说 透过窗户 他们看到对面一家五口 过得平静又安逸 那是他们遥不可及的时候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也许你的平淡无奇 正是别人向往已久 而又不可得的美好 人哪 不过是看海久了 想看人 看人久了 想看海 长遍山珍海味 就向往路边野餐 却不知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脑 三 人生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 看到一个高中作文材料 令人深思 有个记者访问世界最大的连锁旅游总裁 你14岁就辍学 在酒店里洗碟子 收餐具 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位 而今天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可能还在小饭店里做同样的工作 当时你会想到和他们差距这么大吗 总裁微笑道 在我前进的路上 我没有看到其他人 他确实从未跟其他人做比较 因为和他人比 反而会将自己束缚 和昨天的自己比 一步一个脚印 却可能成为无限可能的你自己 海有海的气魄 河有河的洒脱 与其仰望别人 不如自攻自行 与其畏惧黑暗 不如提灯前行 作家张德芬曾当过台式新闻主播 又到美国深造 担任某知名公司营销经理 在别人看来 他非常出色 可是 他太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 凡事都喜欢比个输赢 要处处表现得比别人强 为了维护这份好胜心 他失去了很多面对 真实自我的机会 以至于患上了抑郁症 他不得不放下工作 做了四年家庭主妇 全身心地投入到 反思修炼中 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亲爱的 外面没有别人 所有的外在事物 都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结果 虽然渴望完美 但也不要拒绝遗憾 虽然不能事事如意 但我们还有选择和改变的能力 生活不是用来比较的 而是用来感受的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事 就是接纳自己 周国平的话 让人豁然开朗 人生有三次成长 一是发现自己 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 二是发现在怎么努力 也无能为力的时候 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 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 每种生活都有他的快乐 找到真正的自己 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 才是人生的真谛 凡是看得开 少些攀比 会自在许多 四 余生不和别人比 好好做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闷 做自己 你不为别人活着 不要让别人的评价 成为你的包袱 生活是自己的 凡事与他人比 生活会非常累 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 他们无法决定你的人生 把握现在提升自己 才是关键 有句话说得好 永远不要把人拿来比较 每个人都与众不同 重要的是 找到适合自己的差异性 人活一世 总有比你更优秀的人 总有你到达不了的山顶 与其在互相比较中 劳神 伤力 不如放平心态 知足常乐 生命只有一次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人生进度 不求与人攀比 但求超越自己 把握自己的节奏 所有的美好 定会 不期而遇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和转发哦